一張張漫畫手稿 這些都是國寶劉欣欽老師的創作 為了推廣這位客家前輩 藝術家的作品 客委會與國父紀念館合作 吹出童心 香情 劉欣欽巴巴回顧展 這場展覽的特色非常特殊 然後有趣豐富又多元 因為展現了劉老師很多種的面向 那我戲稱為劉老師是國寶級的漫畫人物 那斜槓人生的展現 我覺得可以從他身上展現無遺 他除了是我們藝術大師之外 也是一個發明家 那他的發明呢 創作展出也再次一次展出來 是不是很多人都是看著劉老師 作品長大的 除了是台灣第一代的連環漫畫家 你可以稱他發明家或是教育家 在各種不同專業領域 這位八十多歲的活國寶 為台灣留下許多成就 為了配合政府 不要讓小朋友看不好的漫畫 就畫了一本叫做 叫小朋友不要看漫畫的漫畫 叫《瞬仙記》 結果沒有想到很暢銷 結果一下子停不下來 一畫就畫了六十幾年了 展覽分為五大區塊 有水墨畫 漫畫作品 銅雕作品等等 其中更有劉心青首次展出作品 結束到一月三十一號 要帶民眾重新回味 老師繽紛的創作生涯 人間威視李奇 台北採訪報導 進入視語 搏 宇宙 省 廣場 絲